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圈 今天呢我们先讲一条关于市场产业分析的一个报告 之后呢我们讲一条关于在上周的时候上市的一个比较有名的APP 这个市场的分析报告呢是全球APP就是应用服务的产业市场分析机构 Sensor Tower在2月11号的时候公布的数据 它主要针对的呢是订阅服务应用的销售额 就是说这个应用主要是靠卖这些订阅的服务去赚钱的 那他们就说在去年的时候呢全球前100名的订阅服务的应用 这里面不包括那些做游戏的那些应用 他们的In-App Purchase的订阅的销售额增长了34% 注意呢它这里所算的销售额呢是通过App Store去购买的那些订阅服务的销售额 不包括他们通过其他的渠道去销售的那些订阅的销售额 再一个呢它其实算的就是Google的那个Google Play Store和App Store 这两个应用商店的销售额 那这个销售额呢是从2019年的97亿美元增长到了130亿 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呢 Sense Tower在今年1月初的时候公布的另外一份数据呢 是算的2020年Apple的App Store和Google的Google Play Store 他们所有的In-App Purchase总的销售额 这个销售额呢是达到了1110亿美元 比2019年的时候增长了30% 如果我们算一下的话呢就会发现这个全球前100名订阅服务的In-App Purchase的订阅的销售额 在2020年呢是占据了这两家App Store的In-App Purchase总销售额的11.7% 在2019年的时候呢是占到了11.3% 所以其实从2019年到2020年呢这部分的销售额的增长 在整个这个App Store的In-App Purchase的总销售额的增长上来看呢也不算是突出的 因为它的比例一直是差不多的 我们再说回Sense Tower所发布的这个全球前100名订阅服务应用的销售额 在它所计算的这130亿里面呢 iOS的App Store是占的最多的 它的销售额是103亿 比2019年的时候增长了32% 而Android的那个Google Play Store的那个应用商店呢 它就相对比较少是27亿 但是它相对2019年它的增长幅度比较大 增长了42% 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数据是全球的一个数据 如果单看美国的数据的话呢 这个增长速度其实就稍微有一点点放缓 在美国前100名订阅服务的In-App Purchase的订阅的销售额呢 大约是59亿 比2019年的时候增长了26% 这个比全球的那个34%的增长速度是小一些的 另外呢 如果我们比较这个数字所占据的全美的In-App Purchase的总的销售额的比例的话 2020年呢 这个比例是17.6% 而在2019年的时候呢 这个比例是19% 所以呢 这个上升的速度其实也略微的减小了一些 另外呢 Sense Tower还列出来了Google的那个Google Play Store 和Apple的那个App Store这两个Store里面前10名的订阅服务的应用 再一个呢 它也列出来如果去算总的销售额的话 排名在前10名的应用都是哪些 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表格的话 就会发现说 在Apple的这个App Store里面呢 排名第一的是YouTube 在总数里面呢 排名第一的也是YouTube 而在Google Play里面呢 排名第一的是Google One 这些呢全部都是Google的服务 如果看总数的话 排名第二的是Disney Plus 那我们看到这前10名里面呢 其实大部分全都是提供那种Streaming服务的应用 就是提供视频流服务的这些应用 不过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Tinder还有一个Bumble呢 它们是交友的应用 而且Bumble就是在上周刚刚上市的一家公司 稍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家公司 这里面有一点呢 就是因为这个计算呢 它是基于在App Store里面通过 以App的Purchase去订阅服务拿到的这个销售额 而现在呢 因为这些App Store都会收取15%到30%不等的这些费用 所以一些应用呢 它们就已经开始想一些办法 想要绕过这个收份的门槛 在其他的一些方式下去提供一些订阅服务的 这种Subscription交钱的方式 所以呢通过这个数据 其实没有办法去比较出来说哪一个订阅服务 在去年的时候 它们总的订阅费用的收入更高 但是呢也是因为这一点呢 有的分析就提出来说 可能这会使得这些应用商店在之后 它们在订阅服务这部分的销售额呢会下降 因为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些不同的应用 想要去绕过应用商店所收取的这个15%到30%的费用 说完了Sensor Tower的这一份市场调研报告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交友应用Bumbo 这个Bumbo呢是在上周四也就是2月11号的时候 在纳斯达克正式上市 它的发行价格呢是每股43美金 上市的第一天它的开盘价格就大涨了76.74% 它第一天的收盘价超过了70美金 比发行价涨了63% 现在这家公司的市值呢已经达到了82亿美元左右 而它的创办人呢叫Whitney Wolf Hurd 惠特尼沃尔夫赫德成为了最年轻的把公司做到上市的这种女性的founder Bumbo呢和那个交友的应用Tinder其实还有一些渊源 Bumbo的CEO呢曾经是Tinder的营销副总裁 后来他和Tinder的一些高管产生了矛盾 离职之后呢还跟Tinder打了一次官司 告这个Tinder的前任的CMO性骚扰 这个案子呢最终是以和解告终 而贺德呢在离职之后 在2014年的时候创办了Bumbo这个应用 Bumbo这个应用呢和Tinder其实在界面的设计上 还有一些功能性的东西上是比较相似的 那它整个应用呢是包含了约会找好朋友和一些专业的这种网络 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在工作上有一些可以沟通的东西 这三个部分用户呢可以免费的使用一些功能 它呢主要是通过提供一些会员级别的功能来收取订阅的费用啊 或者是一次性的收费 Bumbo最大的卖点呢就是它是一个以女性为主导的交友网站 必须女性先联络男性才可以继续对话 对于这种交友约会应用的领域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经营了超过十年的公司就是Match Group 它的旗下呢有一票的比较著名的这种交友的APP 比如说Tinder H等等 一度被认为是交友约会的这种初创公司的一种经典结局 就是大家经营了一下之后最后呢就把它卖到Match Group里面 所以Bumbo的上市呢也成为了一个关注点 因为它自己选择了上市而没有把它卖给Match Group 当然它另外一个关注点呢就是它以女性为主导的这种设定 以及它的董事会里面的女性呢超过了70% 这也是各大媒体的关注点之一 当然赫德他自己呢在Tinder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和Tinder的母公司Match Group也是有一些不愉快的 所以他自己不卖给Match Group呢可能也有这一部分的原因 Bumbo在去年的业务增长是比较迅速的 当然这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整个的这个Dating App的领域增长都比较迅速 那他提交的招股书里面呢显示截止到去年第三季度 他的月活跃用户数是4200万 付费用户呢达到了240万 比2019年的9月增加了18.8% 在2020年的前9个月 他的销售额超过了4亿 比2019年的前9个月增长了16.5% 其中他第三个季度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 但是他2020年的亏损也增加了 他在2019年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 他是有盈利的 但是在2020年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呢 他是处在一个亏损的状态 下面呢我们就对比一下Bumbo和Match Group 也叫Match 那Bumbo所发布出来的最新的数字呢 是在他招股申请书上列出来的2020年第三季度的数字 Match Group呢已经发布了他2020年第四季度的数字 所以我们就对比一下他们两家的这两个季度的一个销售额 还有其他数字的一些比较 那Bumbo在2020年第三季度呢 他的销售额是达到了1.6亿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 而Match Group呢 他们在2020年第四季度 他的销售额是达到了6.5亿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9% 也就是说呢 Bumbo他的增长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他的净利润的话 我们刚刚也讲到说Bumbo其实还处在赔钱的一个状态 他在2020年第三季度呢 是亏损了2282万美金 而Match Group呢 他在2020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是达到了1.4亿 截止到上周日的时候呢 Bumbo他的市值是82.6亿 Match Group的市值呢 是450.9亿 如果说我们就根据Bumbo 他在2020年第三季度的这个销售额 去乘以4作为说是他整个一个年度销售额的一个估计 而Match Group是2020年第四季度的销售额乘以4 作为他年度销售额的估计 然后去算一个比较粗糙的企业价值乘数 叫Value to Revenue Multiple 去做个比较的话呢 就会发现Bumbo的这个乘数出来呢 是12.7 而Match Group算出来呢 是17.3 这个数字越高呢就相当于是说 你每一块钱的销售额对应到市值上的数字就越高 如果去对比这个东西的话呢 那Bumbo比Match Group其实还是差那么一些 这个呢也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虽然一方面Bumbo的增长更快一些 但是呢 他的利润还远不及Match Group 因为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赚钱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转发 我是陈轩 我们周三再见咯